五,在禅修时镇定为其多有摩世 心生经步,破坏山根 若能端心正念,则摩自灭谢 故,修习只观坐禅法要中 皆是两种雀摩法 一,修纸雀摩 知坐禅之人,在修定时或见父母兄弟 诸佛形象等一切可爱之见 令人乐着 或见虎狼罗刹等一切可畏之行 令人不惧 即印了打此为珠摩扩断之相 皆属虚狂 不喜不步 而为习化极尽 则必当自灭 二,修观雀摩 指,坐禅的人在于修定时 修指雀摩 而魔尽不去 而魔尽不去 魔尽不去 即印反观 观此能见之心 无有促锁 必何锁脑 如是观时 魔疾泄灭 若迟迟不去 但当正心 不喜不惧 则镇定现前 彼当自灭 六 与恶有为伍 受其影响 会造成六种破坏 所以修行人 应当远离恶有 在《长阿含经》中 指出恶有之六害 一 方便生妻 时常习惯性地欺骗别人 二 好喜贫畜 喜欢藏身于隐蔽之处 三 诱他家人 常隐诱他人 一起为非作歹 四 图谋他物 对别人的财物 对别人的财物 常存图谋不轨之心 五 财力自相 专门 专门想谋取利益 六 耗发他过 喜欢宣扬别人的过作 七 在大乘一章等佛典中指出 无人若聚其之 则有助于菩提智慧之开展 故觉知又称觉知 一 念觉知 心中明白 常念于禅定与智慧 二 则法觉知 依靠智慧 能选择真法 舍弃虚违法 三 精进觉知 精进情力于正法 而不懈怠 四 喜觉知 获得正法 而喜悦 五 清安觉知 又称已觉知 意味身心 清快而安稳 六 定觉知 入于禅定 而不散乱 七 舍觉知 心无偏颇 不执着 而经常保持平衡 八 菩萨道 是学佛人修行的方法与目标 在除盖障 菩萨所问经中指出 十种念处 对修行人比义甚大 一 身念处 观身不尽 所有身中从我所起 诸不善法 一切远离 二 受念处 观诸受食苦 在受上不身染碍 不起任何称慧 三 心念处 观心长直颠倒之相而调伏它 四 法念处 如实勤奋观察各种不善法的过患 而断除它 五 境界念处 观诸顺意 不顺意的境界 君非实有 不身贪着 不起尊慧 六 阿兰若念处 如理如法 而修无真行 即即尽行 七 都意聚落念处 入都意聚落时 行菩萨行 远离欢乐场所 八 明文利养念处 但为施主之福田 受明文利益之事 与其所受 不贪着 无济之 与一切有情共之 而滋养诸苦恼者 九 如来学问念处 对于一切 对于一切如来成正觉的学问 身清静心 勤勇修学 十 断除烦恼念处 完全地明白 生起各种烦恼 杂然等的因缘 而远离他 九 精静是修行六度之一 它的意思是勤洗 努力向上向善 勇猛地修善断恶 成为事论 提出了五种精静的方法 一 披甲精行 是指在最初 发勇猛强烈之誓远心 如先着盔甲而后见贼 不不种种难行 修诸甚行 二 家行听静 是指在身体兼顾 永恨之方便 以策立其心 决定永行 三 无下精静 是指不自轻蔑 也不畏惧 能更深勇力 而无阙下之心 四 无根精静 是指能忍受酷寒炎热等苦 五 无足精静 是指在下列之善 无厌足 五 心求最上之圣功德 十 在菩萨戒经 则简化为三大精静 一 披甲精静 行人 因发勇猛自立立他的誓愿 其无数大劫 没有退缩的信念 事成大事 例如 身披甲咒面对重敌 非常有威势 二 摄善精静 摄取接受一切的善法 努力修行 三 利乐精静 抱持利乐一切众生之心愿 竭力践行而不疲劳 十一 众生长寿世间八风所动 因而起爱憎破乱之心 心不断动摇 不得安住于正法 在佛地经禄中揭示这八风诗 一 利 利是利益 一直凡有益于我的 都称为利 二 摔 摔是衰减 一直凡有减损于我的 都称为衰 三 毁 毁是毁棒 一直因恶其人 够合一语而煽棒之 四 与 四 欲 欲是赞欲 一直因喜其人 虽不对念 亦必以喜言赞欲 五 称 称是称道 一 义 义 一 指应推动其人 凡于其中 必称道其善 六 鸡 鸡是鸡肥 一 指因恶其人 本无其事 妄为实有 对众民说 七 苦 苦是逼迫之意 一直过恶缘恶尽 身心受其逼迫 八 乐 乐是欢悦之意 一直过欲好远好近 身心皆得欢愉 十二 世间无常 凡夫的财产 身体 生命 都是极度不坚固的 佛陀在本世经 提到了三间法 转变三种不坚 而成三间的方法 一 不坚财貌 亦坚财 一指一切世间财物 体非坚固 聚散无常 不可久保 如能 迟以不失 泛行亲近之人 追求无上安乐涅槃 或求当来天人乐果 变成坚固之财 二 不坚生 贸易坚生 一指父母所生之身 乃四大甲合 为脆不实 体非坚固 身灭无常 不可久存 如能十手五戒 亲近无染 修习菩提无上之道 以正金刚不坏之身 变成坚固之身 三 不坚命 贸易坚命 一指人所受之命 虽受邀不齐 皆同梦幻 体非坚固 素乎无常 不可久保 若能了知四地 修习阵法 超越生死 以序常住不朽之会命 变成坚固之命 十三 在守护国界主陀罗尼 今记载 九种障碍善道之音 一 挤脑害我 过去的烦恼危害了我 二 现脑害我 现在的烦恼危害了我 三 当脑害我 未来的烦恼危害了我 四 过去赠我善有 过去赠恨我的善有 而防害修善 五 现在赠我善有 现在赠恨我的善有 而防害修善 六 未来赠我善有 未来我赠恨善有 而防害修善 七 过去爱我的远家 过去迷爱我的远家 防害修善 八 现在爱我的远家 现在迷爱我的远家 防害修善 九 未来爱我的远家 未来迷害我的远家 防害修善 十四 在波尼环境中举出 人能常做其余种思维 可以免招衰退的方法 学得此法则烦恼必轻 一 为精道 一执无常观 知道一切顺习万变而无常 二 为人身 一执苦观 明了身即是苦之理 不为诸苦所付 三 为精进 一执舍离观 诸法都会舍弃离开 不会长久拥有 四 为谦虚 一执无我观 因知诸法无我不可有我执 五 为详意 一执离情观 六 为屈中 一执不静观 思及人之体内 尽是无会 七 为自观 一执灭观 明了一切终有灭诗之时 十五 诸菩萨都有二十种力 用以摧破众生的贪嗔痴三毒 我们应培养这二十力 用以消除自己的三毒 一 应力 过去的速善力 二 原力 现在的善知识 三 毅力 思维的力量 四 愿力 由思维升起菩提心 五 方便力 加行方便 六 常力 加行方便 无间修行 七 善力 修习善法 八 定力 安定平衡之力 九 晦力 智慧的力量 十 多闻力 多闻金法力 十一 施力 护施的力量 十二 戒力 实戒的力量 十三 忍力 忍受一切侮辱 十四 精净力 十四 精净力 精益求精 十五 禅定力 如实禅定 十六 智慧力 般若的力量 十七 正念力 正知正见力 十八 正观力 正当的观想力 十九 诸通明之力 通达明晓力 二十 如法调伏众生力 依法普度众生 十六 在佛教大明三藏法术中记载 火灾 刀灾 血灾 这三图 配对于三毒 贪 成 吃 一 火图对成分 众生 若无慈悲心 常怀成分 则将赶身地狱道 常为过汤 如炭等热苦所逼 二 刀图对监贪 众生 若无失慧心 常怀监贪 则将赶身恶轨道 三 写图对于吃 众生 若无智慧 于吃不了 则将赶身处神道 强者浮弱 互相吞淡 饮血食肉 十七 在《长阿寒经》中 指出赌国有六害 学佛之人应杜绝赌国 一 财产志号 识读九书 纵有再多的财产 终必耗尽 二 虽甚深怒 即使信淫钱 必遭书家的怨恨 三 智者所责 有智慧的人不耻其形 四 为人输外 对于赌徒 任何人都会疏远他 不与他接近 五 深盗窃心 一个赌徒必将穷途末路 自然沦为盗贼 十八 众生往往对自己所拥有者 自认优异不凡 因而使内心高举的精神作用 骄傲于他人 且习以为信 称之为骄 骄傲共有八种情况 因释骄而产生傲慢自打 会引起诸多烦恼 一 肾状骄 因元气肾状而释骄 二 性骄 因协同尊贵而释骄 三 复骄 因财物丰盈而释骄 四 自载骄 因行为自由而释骄 五 聪明骄 因事质变聪而释骄 六 受命骄 因己命长寿而释骄 七 行善骄 因利人善行而释骄 八 色骄 因容貌较好而释骄 十九 修行如果常说些言不极意的话 终日所说的话都了无意义 无聊至极 在法院树林中计数 常说无意义的人有两种恶果报 一 人不信寿 因为前世语言无意 也是虚妄 所以感得今生虽有言说 而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二 不能明了 因为前世语言无意 皆因暗昧 所以感得今生有所言说 但不能明了 前世种下无意义的因 今生受恶果 少说无意义为妙 二十 在《长阿寒经》中 皆是饮酒有六种恶果 一 得病 时常饮酒的人 必然得到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等 这些都是由饮酒所引起 二 失财 经常喝酒 一则需花钱买酒 再则酒后必然卸度 损失钱财 三 斗争 酒能乱性 最后与人尝起斗殴 相骂 四 恶名流布 经常饮酒 会有许多恶行猎击 恶名四传 五 喜怒重生 世民之人 常有愤怒 称恨之心 心信不得安宁 六 智慧自退 嗜酒之人 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 使人麻痹 根本说不上有智慧了 互持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户名 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